太空签收新快递 细胞是非常娇嫩的 我们希望在尽量短的时间内 把它送到空间站当中去 后续动态变化比较多的可能就是 时间载额暂比逐渐增加 带货能力再升级 把银舱的空间扣到了20%以上 我们后续是计划上行一个大的冰箱 我们的能力后面会逐步提升 保障航空运用更好的生活 用事实说话 焦点访谈 您好 观众朋友 欢迎收看焦点访谈 中国航天又传来好消息 5月10号晚上21点22分 长征7号摇旗火箭搭载天舟6号飞船 顺利升空 在11号一早与中国空间站交汇对接成功 中国航天员的新一轮补充物资已经送达 这是今年中国载人航天的第一次发射任务 从天舟2号飞船开始 已经有5艘天舟飞船完美地完成了 为中国空间站送货的任务 要成功把货物送到太空 究竟有哪些特殊之处呢 5 4 3 2 1 点火 5月10日晚9点22分 天舟6号货运飞船 达成长征7号摇旗火箭 从海南文昌出发 飞往中国空间站 文昌光学雷达更正常 调特效正常 文昌飞行正常 天舟转19倍宝石 天舟转最后靠楼 飞行7个多小时后 天舟6号成功对接在空间站核心舱的 后向对接口 对接锁开始锁紧 还在空间站出差的神舟15号乘组 迎来了最新的太空快递 兵马未动 粮草先行 进入空间站阶段后 每一次新的航天员乘组出发 天舟飞船都会提前上货 天舟6号是中国空间站 全面建成后对接的第一艘货运飞船 总共送去了258个货包 这些货包里都有些什么呢 第一类就是航天员的一个生活物资 包括它的吃的喝的 包括一些卫生用品 第二类就是我空间站平台的备品备件 第三类就是空间科学和应用的一些实验载荷 实验设备 第三类就是吞击剂 长途运货 保证货物安全和完整最重要 在天舟6号货舱里 各类货包不仅要分门别类摆放 做好防震防撞措施 而且根据不同的货物特点 装船时间也大不相同 第一个阶段大概是我们是进场的 要装完90%以上的货物 第二个阶段翻下前三周 装完剩下大约10%左右的货物 包括这个新鲜果蔬 都已经装好了 最后一步就是装这个 确实跟时间和这个温度非常相关的 一个是监测航天员 身体健康的那些试剂 第二个就是细胞装置 这是一个细胞上行生保知识装置 不过它只是一个地面的测试件 而在天舟6号货运飞船里 也有一个一模一样的这样的装置 它主要的功能就是把细胞实验单元 安全地送到中国空间站 供航天员们进行科学研究 不过它的安装必须是在 零射前五个小时才能够进行 因为细胞的话 是非常娇嫩的 它的存活需要相应的温度 和这个酸碱性的环境 即使我们给它这个相应的温度 和营养液的话 它们活性的话也会有所下降 所以我们希望的话 能够在尽量短的时间内 把它送到空间站当中去 为了让细胞在到达空间站时 尽可能保持活性 还要刚好发育到设计的阶段 飞船发射前一天 科学家才开始制备这些细胞 发射当天 发射前六个小时 赛货专家才将细胞 从实验室送往发射塔架 发射前五小时左右安装完毕 此时发射已经进入最后的准备流程 舱门早已关上 最后上船的货物 只能由飞船总装人员 在几十米的高空 从货船的侧门装进去 对比压力很大 我们船和整流罩之间 大概有这么大一个间隙 然后整个罩呢 又跟那个活动平台之间 大概也有这么个间隙 那么这个间隙呢 我们是通过什么 通过一个专用的一个 像一个平板 给它穿过去 架过去 架过去后 这个时候人呢 只能坐在上面 并且是驱在上面 去操作 但人呢还进不去 人是进不了舱的 我们都采取了这种 防跌落防掉落的这个措施 来保证我们这个 最后的这个操作 绝对安全可靠 如此细心呵护的货物 在飞船到达空间站后 也将是航天员们 首先处理的对象 航天员打开天舟六号舱门 完成必要的测试和流程后 第一时间就会把它们 转移到问天舱的 生物技术实验柜里 开始科学研究 那么这些闪送的细胞 究竟是做什么研究的呢 我们这次的这个计划 这次这个钙细胞的研究项目呢 它是围绕着人类成为多形球的物种 这样一个很远景的目标 规划的这样一些项目 这个这次的两个项目呢 主要是围绕着配备钙细胞 分化为生殖细胞和造学细胞 这样的话 给未来的人类的太空服务 太空的这个探索 这个提供技术服务 2022年底 中国空间站正式进入应用与发展阶段 类似的太空闪送需求将不断增加 要把货物安全完整地送到距离地面 400公里左右的太空 天舟货运飞船 就是为中国空间站任务 量身定制的专用货船 最大载重从6.9吨提高到7.4吨 密封舱空间从18.1立方米 扩大到22.5立方米 天舟6号作为空间站 进入运营阶段后 入轨的第一艘货运飞船 在此前天舟飞船的基础上 不断提升运货能力 从天舟6号开始做了一个改进 减少了推进储箱的配置 把这个护舱我们原来有一个 非密封的后缀段 把它改成了密封段 我们把这个密封档的空间 扩到了20%以上 油箱变小 行李舱变大 这样的改变是根据这两年 空间站的实际运营情况 不断调整的结果 在之前的任务中 空间站还要进行许多 关键技术验证 航天工程师也需要摸索 空间站的能耗情况 每次上天 油箱要多代谢油 运行两年后 空间站对地面补给的需求 发生了不小的变化 最开始在规划上显的时候 可能要适当地多一些余量 比如我们的推进器 天舟二台的推进器就相对多一些 像前期的话 水就是一个占比比较大的一种货物 随着整个空间建成之后 可能就是像航天员的 和空间的这种平台的这种 这种并配件这种 会相对固定一些 后续美发的这种 动态变化的比较多的可能 就是我们这种实验载额 这块的占比 也是逐渐地在增加 不过 行李舱变大了 并不意味着一定要装满货 此次到达空间站的货物 总共5.8吨 货物之外的空间 能让航天员的进出更加自如 而在未来 飞船设计师们 已经开始考虑进一步 为定制化需求提供保障 尤其为航天员再提供更好的生活保障 我们计划后续是计划上行一个大的冰箱 保障航天员的不仅是水果 还有一些冷冻食品 比如说咱们将来希望在天上可以吃煎牛排 那我们这个牛肉就需要在地面冷冻地上行 我们的能力后面会逐步提升 保障航天员更好的生活 此外 从天舟6号开始 货运飞船的发射频率将有所降低 从之前每半年一次 减少到大约两年三次 虽然送货的次数会减少 但安全要求不能降低 往太空送货 每一次发射都是风险最高的环节 长征7号是为天舟飞船 送货上天量身定制的火箭 与发射空间站舱段的长武臂不同 长征7号是个瘦高个 虽然载重量没有胖武那么大 但是入轨精度是我国现役火箭中最高的 比如说我打得便宜点 它可能也能揪回来 但是可能耗费的时间就会更长一些 天舟会运飞船 因为它要跟空间站去进行交汇对接 所以我们必须要保证它的一个入轨的精度 从首发开始 长征7号就一直从海南岛升空 对于航天发射来说 越接近赤道就越能借助地球自转 带来的力量发射更重的航天器 中国空间站开始建造后 除了神舟载人飞船 其他航天器都是从文昌出发去往空间站 文昌航天发射场它的优势在哪里 发射同样的火箭 在文昌发射场可以提升运载火箭 7%到15%的运力 第二个优势就是滨海发射 落区安全性好 第三个优势我们可以通过海运 更加高效 更加便捷 更加安全地将这些部段 运到文昌发射场进行组装 然而要从文昌送货上天 火箭和飞船也会面临以往在内陆发射场 完全不同的挑战 5月7日上午 长征7号摇漆火箭包裹着天舟6号飞船 从总装厂房垂直转运到发射塔架后 下午文昌就下起了雨 5月的海南已经进入雨季 高温 高湿 高炎雾 强暴雨 强雷暴 强台风 海南岛独有的这三高三强气象特征 不论对火箭 飞船 还是发射场的各类设施都很不友好 在高温 高湿 高炎雾的情况下 加速我们各种材料的老化 影响我们设备设施的寿命 极端天气对我们的船舰产品 以及设备设施也会带来安全性的影响 为了减少火箭和飞船在室外的停留时间 各个系统协同努力 把发射前的测试发射流程 从天州一号的38天 缩减到了天州六号的25天 同时也为可能的坏天气 做好充分的准备 一个就是发射塔架 它能够防风防雨 发射塔架上有窗户 这是用来通风的 它是百叶窗可以通风 但是下雨的时候 它又可以关上 可以很好地保护我们的火箭 另外一个怎么来避雷呢 我们看到发射塔架的四周 有四座高塔 这就是避雷塔 而在这四座避雷塔的上方 还连接了一张防雷网 可以很好避免打雷天气 对于火箭的影响 尽管如此 为了保证任务成功 大家依然希望能在较好的 气象条件下发射 5月10日发射当天 每隔几个小时 发射场气象站 就会放飞一个探空气球 精确预报发射窗口时间的地面 和空中的天气情况 火箭在飞行过程当中 特别是在飞行到 1万到2万米之间 这么一个高度 由于高空风 如果风速太过剧烈 可能会对火箭的结构 会造成一定的破坏 就需要它拿到精确的 精准的高空风的 逐层的风速 那么在设计弹道的时候 就会做一些修正 我们各系统准备了 将近有一千多份故障预案 以确保发生各类情况 我们都能够准备充分 应对有效 文昌光学雷达根本正常 谣特效正常 文昌飞行正常 成功的发射 将飞船完美送入轨道 而后续的测控 为最后的交汇对接 提供最可靠的保障 在海南岛上 还有多个航天测控站 天州六号一升空 从他们开始的测控接力 不断确认飞船的位置和状况 确保天州飞船按计划飞行 直到顺利交汇对接 当火箭升空后 它其实是一个 以曲线的形式进行飞行的 在它曲线下面 分布着几个不同的点位 这几个不同的点位 就进行一个接力的测量 三亚跟踪正常 摇测信号正常 引水信号正常 我们的跟踪测量 可以为后续的测诈 提供精准的引导数据 帮助他们完成 对卫星的测量控制 大家能够听到的 跟踪正常 摇测信号正常 这就是我们最好的答复 向太空送货 一克千金 这不仅仅是说发射的经济成本 更是背后无数航天人的 努力和心血 兵马未动 粮草先行 为空间站送货只是起点 随着中国人走向太空的脚步 不断向前 接下来我们对月球 火星的探索 会需要更多的货物 提前送达 到时候 中国的火运飞船 将会更加忙碌 感谢收看今天的《间调放谈》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